人工智慧龙头OpenAI在14号的时候 推出了最新的聊天模组 最新的合成语音SKY 听起来跟女星史嘉磊·曹涵森如初一彻 遭史嘉磊本人指控 未经许可就使用她的声音 OpenAI澄清 最新的合成语音是跟专业的配音员合作的成果并没有抄袭 但是争端不断的扩大 OpenAI也表示 她会暂停使用这个语音 Hi, I'm Samantha 电影云端情人中 语音助理风情万种 由女星史嘉磊·乔涵森配音 令人期待AI的发展 而人工智慧龙头OpenAI 14号推出最新聊天模组 GPT-4O 出现了四层相似的声音 这是合成语音SKY 听起来跟电影中语音十分雷同 遭到史嘉磊·乔涵森指控 OpenAI未经许可就使用她的声音 史嘉磊在去年9月曾收到OpenAI的配音邀约 不过她婉拒 却发现最新的语音SKY 跟自己的声音如出一彻 OpenAI澄清 公司跟专业的配音员合作 建立五种合成语音 并没有刻意模仿史嘉磊 但基于个人隐私 无法公布配音员的资讯 至于两个声音到底像不像 我们再听一次 听起来的确有些相似 实际走访街头 民众看法不一 目前最新的语音模式 只开放给付费用户 但史嘉磊的律师团已经发函 希望了解研发过程 OpenAI表示 将会暂停使用SKY语音 避免争端持续扩大 史嘉磊的担忧 其来有自 人工智慧高速发展 深度未造技术引发疑虑 如何避免各自遭到滥用 也引发讨论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